刚刚同学问了关于网媒的问题 我就是想问一下关于学生媒体的问题 之前学生媒体它之前采访一些 好像新界东补选啊 甚至立法选举等等 不是立法选举人 不是新界东补选的时候 就是被人拒绝了进去采访的 现在一些我们呢 譬如是树人的树在线和人民报 都是进不了政总和一些税务大楼等等 这些地方进行采访的 那想问你们会不会有没有一些计划是会进一步 放宽学生媒体进入政府的一些大楼采访的计划 或者一些部署等等呢 明白 学生媒体 那么就 首先我当然就是 这个是现实 现实我一定要做一个优先 给一些 现在的大众传播媒体先 这个当然 但是学生媒体我应该都明白的 就是大家是 其实几年之间 你们就会真正成为了 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体的从业员 那么你都会去采访的了 那么我们在去年的下半年 我们其实都有少少的调整 那么就是现在一些主要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政府的活动 或者一些新闻的发布会 其实我们都给学生媒体进入 虽然人数是有限制的 因为场地所限 我不可能说你几个人进来我都给你 但是呢 都给的 但是一些大型的那些 那么就说 所以刚才的同学你问 譬如说去年如果没有记车 去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 或者刚刚过去的那个2017年的 这个森林报告 那个记者之代会 都有学生的 当然如果你想出席一下 我都明白有时候 未必各个学生部的朋友有时间的 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如果你有兴趣 你之前跟我们讲了 是可以安排到进去采访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中间落密的方案 一方面我要先优先给一般的媒体 当然是因为他真的是商业的营运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体验到 就是你们都在你们的受训过程里面 也有这个需要 去接触一下真正的一个场景里面 如何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安排 在去年下半年开始 那么3月的特首选举 他投票和怎么样的场地 已经确定了是湾仔会展 那么会不会有quota 给学生回看进去进行采访 这个我不知道公布了没有 现在都没有公布 我们要跟选举事务处备再确认一下 但是它的大原则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可以 场地就OK了 而且那些是主要的 我们都会给大家进去的 当然如果每一个都给就很难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些的发布会 其实不是很大的地方 这个也是有一个难处的 所以我们都会给大家看看 如果我们有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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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点赞 订阅